中国队能在这场比赛战胜沙特呢 主要是赢在了对于二点球的控制上 第一个球呢是在中区 二点球弹出来 9号球员利用自己的身体扛住对手 在另外一次 7号以及17号队友呢 已经开始准备前叉 边路7号球员个人突破 利用自己的这个内切这下呢 闪出了一个传球的空间 达到远点 队友在中间去包抄 抢在两个后备之间的这个位置 包抄得分 第二球沙特中场拳在对手 多人包夹的情况下呢 险西丢球依旧在打中路 再次被中国队三个方向的这个压迫 造成了他丢球 但是这个球解围出来之后 二点球依旧是被 中国队的这个边路的17号控制住 向前一弹给到7号球员 17号球员在出球之后呢 与中路的14号队友高速的 向前插对手的空间 中国队两个进球再次证明了 现在足球对于二点球的控制是多么的重要